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节目开始之前有两个小的提示,第一是今天节目最后十分钟,是文化土豆和电影嘉年华导演文艳的一个专访,专门来找这段内容的朋友可以快进国去听。 第二个提示是12月2日,文化土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嘉年华观影活动还有少量赠票,有兴趣的请前往culturepotato.com登记。 如果想第一时间收到类似offer,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在官网上也有链接。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京城一县的文艺潮流小圆桌,我是主播一看多米。 但你可能是在上周日文化土豆组织的嘉年华观影活动上,见到我在充当发票员,以及在演出结束后,嚷嚷谁要停车票的那个人。 这周和我们一起录音的是艺术家龙迪。 大家好。 以及一位新朋友陆小凡小姐,欢迎你。 大家好。 陆小凡以前是艺术新闻的编辑部主任。 编辑部主任,但是最近你做了一个新项目,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最近就是参与创立了首届北京国际短片连展,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在11月10号到20号,其实在北京已经做了10天的一个游牧师放映,在全北京大概13个场地。 然后我们在12月份还会在法国文化中心,然后还会做一个重映。 6号会跟加拿大国家电影局还有一个VR的项目。 所以其实就是像一个电影节一样的。 对。 可以在北京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短片。 是的,有动画片。 没有,它其实短片的话是有纪录片,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艺术短片这样子,其实不仅仅是动画片的。 OK,那你们有网站或者是微信吗? 有啊,大家可以关注BISF2017。 但暂时这个活动只是在北京才能参加是吗? 没有,我们其实在伦敦在11月29号,然后在伦敦会有两场放映。 哇,这么高大上。 是,然后我们1月份会在巴黎,2月份会在纽约吧,因为我们现在在跟几个。 2月什么时候啊? 还没定,还没有定。 瞬间前回到。 对,然后可能会在纽约跟几个独立纪录片的一个公司合作,然后可能会在纽约再放。 赞赞赞,特别开心看到新的创业项目。 我现在又做文化还是全世界串联的不像快手。 那其实这周我们的话题,大家看标题也就都知道了,是文艳聊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两周朋友圈里真是丧到了极点。 一个是那个红蓝黄幼儿园的事情。 红黄蓝,红黄蓝,你可以叫三元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流动人口,他们不叫,叫low class people的一个野蛮的粗暴的被对待的这个事情。 其实嘉年华这个电影能够在这个,卡在这个时间点放映也是特别的应景。 然后大家能去看嘉年华讨论这里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发泄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对于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这部片子的朋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嘉年华大概是发生在一个类似于厦门这么样一个海边的度假城市。 我们看到有一位黑人黑胡的,在一个所谓的爱情旅馆里工作的一个15岁的小姑娘。 她无意间见证了一个怪叔叔带了两个未成年儿童女孩开房,然后又半夜破门而入,进入这两个女孩子房间的这么一个事情。 后来经过法医的鉴定,我们知道这两位小学生,高年级的小学生是被这个,六年级的,被侵犯了。 刑侵,这个叫小米的姑娘,前台呢,她就成为了这个案件中很关键的一个证人,目击证人。 整个电视其实就围绕着受害人的生活,以及这个小米她是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又试图去帮助这两个小女孩,怎么展开这个故事。 先问一下龙迪,你觉得这部电影还行吗? 我觉得就是 比大户发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就是开始录这个节目那么多期,半年了吧? 二十七以来,我们看了就是看的最好的一部国产片吧。 哇,鼓掌啊,我们也了。 为什么呢?好在哪里? 现在能拍出来这种,就是比较不容易,而且让它上映,而且它里面表现的那种,不耐的那种情绪,就比较渲染的挺足的。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一般都是商业大片这种社会现实题材,可能又有一点批判性的,揭露性的题材非常非常少。 尤其是这部电影,减去最后十分钟,那就是现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们就是这个洪荒兰幼儿园,不就是现实吗?就没有最后那十分钟呀。 OK,最后那十分钟就是硬盘坏掉了,或者是最后证明一切安好,对吧? 都是谣言。 没有,最后十分钟不是就是恶人得到了惩罚吗? 嗯哼。 就如果没有最后十分钟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子也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上映了吧。 小凡,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蛮同意刚刚隆迪说,可能就是没有后面十分钟,然后它是一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会让我想起来,其实一年的时候广西其实也有一个相同,也差不多的案子, 就是一个留守儿童,然后被村里16个老年人,然后被强暴。 不是强暴,它是被长达两年时间的一个侵犯,然后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那个小女孩,她的父母其实受到村里面人的一个唾弃的, 村里面的人他觉得很可怜的是那些被入狱的那些人,他不会觉得那个小女孩很可怜。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同村的一些人甚至会说,说是这个小女孩, 去勾引这些人,然后还说她这个小女生是, 当时候这个女孩被。 小凯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家庭,做了笔记。 对,她这个事情是11年的时候发生, 然后当时候当事人只有11岁,等于是说两年后她才13岁, 然后她当时候那些村里面的人说, 这个女生是会跟同村的人说,你没有30块吗? 我可以跟你发生关系。 甚至有这样的一些谣传,然后所以我当时候看这些报道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当时候我记得看过电影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朋友不是会有讨论吗? 然后当时我们其中一个朋友,他觉得这个电影非常不现实, 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现实, 就是因为我会想到这个报道。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实的地方,就是他处理, 就是小朋友第一次去体检,检查那个医生对小孩的态度嘛, 那都是,中国的医生都是很冷的嘛, 就有一种好像是你犯了错误, 然后父母的态度都是你犯了错误的那种, 其实他们就是受害者嘛, 就算就是他们跟着那个什么干爹去玩, 而是不该不应该,或者是父母没有管, 都是父母,而且是那个妈妈很大的错, 其实,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照一的时候,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肚子疼, 就不是让莫名其妙的肚子疼, 就疼了可能一个多星期后住校嘛,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看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就中国的这些医生, 还是重庆医科大学,就是医院副科的医生, 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就感觉好像我在学校做了什么事, 就先就开始, 他还没有就是让我打开腿, 然后偷了吐打开腿让他检查, 他就先问我有没有谈恋爱, 而且当着我妈这样, 他又不直说, 他有其实他想问的事情, 对对, 然后我妈妈当时就很生气, 然后你妈是觉得你当然没有谈恋爱, 还是说,当下用说嘛, 我妈反正就是觉得他当时那个态度很奇怪嘛, 就好像是我做了什么措施一样, 明白, 对, 然后我就一直记得那些医生处理的那种, 而且尤其是大人的那种态度, 现在就算我们这个年纪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也会这样子对待医生, 就我觉得是所有的医生对待未婚, 尤其是中国, 未婚未孕的这个女性, 都非常的不礼貌, 他也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 就是每年都要体检, 复出医生的态度, 真的就很好, 是的, 没有任何的感染啊什么的, 他就对你就是, 感觉就是在呵护你一样, 而且就是, 而且都很尊重你的隐私, 然后平时在你检查的时候, 他会说, 他就会问, 上一句还在聊你的工作啊, 或者是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下一句就问性生活怎么样, 然后就那种很casual的, 然后我记得我最后, 而且他们就对女孩, 就是不会有那种很多偏见和设置嘛, 我就回来之前, 最后做了一次服车检查, 就五月初的时候, 检查完了以后, 那个医生就说我很健常, 然后他有过一句说, 你才33岁很年轻很健常, 我觉得中国这些医生, 谁会跟你说, 33岁的女生是很健常很年轻的, 对,都要追给你生孩子了, 他就说, 他就这么说的, 明白, 听了以后就觉得很舒服, 但刚才其实从小凡讲的那个东西, 到你这儿, 到龙笛讲的, 你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其实往往在不管是现实中, 还是这个电影里, 大家看完以后生气的, 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原因是, 会有禽兽这样的人去侵犯小姑娘, 但是更难受的是, 你会发现学校, 其实医生都是最边缘的人了, 是父母, 是学校, 然后是警察, 然后以及在管警察的人和政府, 他们完全都是在想怎么保护自己的, 比如说是名誉啊, 像红黄蓝, 对吧, 或者是逃避自己的责任, 像这个电影里的小文, 小文他妈妈, 刚才龙笛有说, 事发当天晚上, 他自己出去跳舞了, 对吧, 然后, 他两点才回家, 对, 在美国你妈都, 你妈就会要是进监狱了, 这种事情, 然后另外的那边的, 因为有两个受害人吧, 另外的那个受害人, 我觉得那个爸爸是最丑陋的角色, 但是那个是最真实的, 对, 就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他觉得没有, 你能细讲一下, 还有两个小朋友, 两个人都被侵犯了, 有一个小孩就是这个孟小文, 有一个小孩叫张欣欣, 张欣欣的爸爸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体面中做的人嘛, 侵犯他们那个禽兽, 是一个商会会长, 是他的上级, 是他的上级, 然后呢, 而且还有张欣欣的干爹, 他爸就领他女儿去认的干爹, 所以他们是这样人, 是跟干爹出去吃饭, 吃饭开车, 小朋友买东西, 可能买的假发呀什么的, 然后就让他们玩, 给他们拍房间, 然后这样, 所以就是最后, 一种小的海平城市的商会会长, 其实很有诠释的嘛, 然后他就提了就是条件, 就跟那个张欣欣的父亲说, 就说我支持你这两个小孩, 去读私立小学, 这事情事发了, 就已经外面都传得沸沸扬扬了, 就说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还送他们手机, 他想私聊, 然后张欣欣的爸爸就同意了, 完全的怂, 中国人有的思维就是, 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思维就是, 尤其是大陆吧, 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事, 是你pore some strings, 是解决不了的, 通过关系, 通过钱,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然后他就觉得一定会有很脏的办法, 去把它赖下去啊什么的, 但我其实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有30%的内心, 有一点理解他们的这个内在逻辑吧, 没有, 就是他爸爸的逻辑很, 爽得他去说服的, 也是那个说服的逻辑, 就是说这是没有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的女儿就, 名誉就是好的, 对, 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一层关系就是说, 我觉得他付学费都是一个另说的事情, 对, 是说大家都愿意去, 就是欺骗自己, 说如果我能欺骗自己, 然后再欺骗其他人, 也许这个女孩可以一辈子都欺骗自己下去, 然后家长会觉得也许这是一个还OK的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要拍另外一个电影的话, 就会拍张欣星一辈子都欺骗自己, 但是这个魔鬼是一直回来, 会回来侵犯她的, 你知道我当时候其实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果是说这个会长还按照他们的那个想法, 是一直付这个学费, 可能这个事情会一直cover下去, 但是问题是如果那个会长有一天他突然不付这个学费了, 就是这一个张欣星的爸爸会不会突然间就跳出来, 就是会是那个反抗的角色, 然后但是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当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第一个, 而且就是他迟早会反抗的, 只不过是在那一刻没有爆发而已, 他可能会在后面,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好像也看过蛮多的, 可能中卓人的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的小孩被强奸了, 他就会污名化就是被强奸的人受害者,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干净的女的呀, 或者是你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但是像美国的话, 而且这恰恰是这个小雨的妈妈的反应就是, 小文的妈妈, 小文的妈妈, 其实你就是把这件事情, 就你把他坏人惩罚了, 然后你才能知道你小孩是受害者呀, 然后他就是, 他其实就无辜的嘛, 但其实也会面临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很小就被强奸过的人, 小文他去第二次体检的时候, 他其实第一次说, 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他第二次的那个痛哭其实就是,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就是受害的这个事实, 然后但张欣欣是一直没有醒过来, 我觉得那张欣欣就是, 就是被父母也是麻醉了的那种, 然后他就说, 妈妈说我们没有事儿, 那你刚刚其实谈到纯洁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 首先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叫Angels Wear White, 然后White这个其实在, 就纯洁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virgin就是白色嘛, 所以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有四个场景, 都是跟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小文他其实在, 那个沙山上面不是有看到不同的新娘穿着那个白衫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文艳他在写剧本的时候, 他是看到这一幕, 然后所以他去写到了这一幕, 然后所以当时候我自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拍新娘穿婚纱, 然后因为其实在西方我们知道是说, 就新娘为什么要穿白衫, 他其实就是纯洁嘛, 对,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还有, 像那个小米他不是要卖身吗, 对穿了条白裙子, 对他也穿条白裙, 然后他一直就梦露的那个特素, 然后还有一个是小文第二次他去体检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穿了一个白裙子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几幕其实自己在看的时候, 他其实他一直在探讨这个纯洁跟不纯洁, 就Chay City, 其实你是想说这些女孩还是不是纯洁的, 没有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我们到了中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还在讨论就是女生纯洁这个问题, 但这个话题其实在就是怎么讲, 你是说男性的这个处女情节,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我在这个片子里, 会会发现这种, 看你们也说了就是春雨情节的, 就是我没想到我们到了21岁期, 还在讨论这个时期, 是的他们就我还听到就是我看见, 就我朋友说就是中国就很多人就是性侵, 年轻的小女孩, 就是那种中年人或者是三十几岁的人男的, 他的目的不是说性快展或者是恋同屁, 他们是养生性性侵, 是我也有听说过, 对就很恶心, 然后同男同女的这个思路, 我最记得以前看那个凯特布兰切特也那个伊丽莎白衣室还是, 的时候他不是登机吗, 登机他就全身就刷得很白, 然后他就只说了一句台词, 就说I'm a virgin now, 但他不是之前, 就所以就是白色这个意向还挺, 对伊丽莎白衣室做那个, 他是想说他要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对对对对, 是这意思的, 对对对对国家, 然后刚才小凡提到这个片子的英文名字, 应该叫天使穿白色的东西, 我觉得他和整个的摄影风格和这个颜色和拍摄的风格都是比较搭的, 整个电影有点像一个Instagram拍过的, 有一层奶茶滤浸, 滤浸有一层那个牛奶滤浸的感觉, 我想说这个是因为, 我约好几个朋友去看, 他们都说哎呀有点不想看这个电影, 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好像但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 我并没有觉得这部电影很煽情, 或者让你沉重, 我甚至都会觉得他是不是过度的冷静, 过度的冷淡, 对他没有就说想象中的那种, 对吧他其实没有从, 克制是一个包一词, 我就想试图的来贬义一下, 我就觉得就是发生在这些受害人身上最重要的那些那几幕, 比如说他怎么去跟家长讲的, 对吧这些关键的情节在这个电影里是被略过了的, 我有看采访李文艳是说, 他觉得他无法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设想, 这是因为他为什么没有拍, 但是因为没有拍这些镜头,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在情感上对人的打动, 起码对我来说就是打了一些折扣, 因为他讲的社会的阴暗面那些, 说实话没有真的超出我的预期,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说去看性侵或者是儿童, 未成年儿童的性侵, 大部分发生的情况是被身边的人遭到性侵的, 对吧, 我们说的怪叔叔, 这个叔叔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戚,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 这个真正的施虐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领导, 一个干部, 一个有钱人嘛, 这样大家来说是相对来说好接受的, 我就想说这个电影, 其实只是给你看了这个很阴暗世界里的一小点, 还真正的没有说给你把这个伤口揭开给你看呢, 我觉得恰恰是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那个没有出现的施害者, 其实他并不是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是最重要的, 电影它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在受到一次伤害之后, 社会怎么给他二次伤害吧, 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人会把这个片子跟韩国的那个夙缘, 那个片子比, 这两个字怎么写, 夙是, 是夙的夙, 缘是那个女子旁那个, 员交的缘, 对, 那谁的缘, 不是, 不是吗, 跟夙缘, 不知道, 跟夙缘比较, 哦是, 对, OK, 好, 但其实夙缘它可能就更像你讲的那种, 就是讲完这个小女生他被怪叔叔性侵了之后, 就是社会是怎么帮助他, 然后让他回到那个好的那个, 那个就是方面去, 对, 然后但是嘉年华他就往了他的相反方向去走了, 就是说最大的伤害是后面, 包括他最亲近的人, 社会, 什么给他的伤害, 其实那个才是最大的, 是有这样的社会才会有这些人那么, 对, 明目张胆的做这个事情, 对吧, 他也有说我, 他们这个爱情旅店说我开张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就说明这事也不是个事, 所以说他就没有, 就是把那个商会的会长就是刻画出来,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群体, 是的, 他不用单独说这是一个单独的独业事件, 对, 我还有一个好奇想问一下小凡, 因为你在广州长大, 我有时候看港台的一些片子, 因为你们接触这些比较多嘛, 就会有一个词叫闲诸手,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外国人吗? 没有, 我们其实如果说, 小学课本里没有敲过的词我都不知道, 但是闲诸手我们一般会讲的是可能, 还是可能像办公室, 闲一下屁股呀, 对, 那种就是可能更多现在说的是职场的那种性骚扰吧,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讲到说这种, 真的怪叔叔, 我们就有个名字叫金鱼老, 对, 就是goldfish, 对, goldfish, 这种人他会跟小朋友说, 说小朋友我们一起去看金鱼好不好,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是看港台的那种电视长大的, 然后就他们有一些保护儿童的这样的一些片子里面, 就是会有这样的形象, 然后他们一般就是衣冠楚楚, 戴一个眼镜, 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斯文, 但实际上就是斯文败类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我前男友们都长得像斯文败类, 以至于我小时候一直对戴眼镜的男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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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眼镜的男生会有一种觉得说, 嗯, 他们都是斯文败类, 就那个, 都是金鱼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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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那种感觉, 感觉整个社会, 不管学校还是家庭, 他们都是在试图的保护小朋友的这种天真, 和就不要让他接触到这些话题, 但是我感觉好像其实反而你看了这些漫画或者电视剧以后, 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对吧, 要不然你被侵犯了, 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用什么东西来描述,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你会穿裙子嘛, 就男生会就是撩你裙子啊什么的, 就十岁十一岁的时候, 让我爸那些撩我裙子都被我打在地上滚, 那你比较凶狠, 对, 因为我爸就会跟我讲怎么怎么是不对的, 他们就摸你什么地方啊, 胸啊, 或者是哪里, 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呢, 然后我爸就说打他们, 我们可能小时候也是, 我觉得可能沿海城市就是还是会比较开放一点吧, 就可能父母会很小就会跟我讲说, 就不能跟比我年纪大的男性, 就是尤其是成年男性就独处一屋, 就是他如果在的话就最好要把门打开, 不能把门关起来, 然后就会是说最好是有三个人以上在那个房子里面, 然后以确保安全, 就是我父母会给我灌输这种东西, 然后老师其实也会, 就是也会跟你讲说, 你可能要保护自己啊, 或者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不知道北方这边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而且你看今年年初不是有一套那个就是什么性教材, 然后就是被禁用吗, 其实那个事情我觉得蛮讶异的, 因为我觉得那套教材写起来挺好, 就觉得中国就是那种性教育缺失嘛, 是啊, 小孩, 所以其实发生三元色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有人呼吁说你让那套教材重新上架, 而且就是我有学儿童性理学的女朋友, 他们自己在公众号上写, 就是小孩应该怎么教育他们性教育嘛, 然后那些文章都会被黑掉的, 是, 404, 对, 然后这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你要跟小朋友讲, 就是你不要成天叫他那个penis, 就说是小鸡鸡, 或者是女孩那些地方取名字, 你一定要告诉他, 就说那是, 就没有羞耻感对吧, 对, 就不要让他有羞耻感, 对, 叫学名, 就是你被性侵了, 你要说是小鸡鸡, 成不了就是供词的呀, 有时候我也在想, 比如说强奸这个词, 他的那个感情力量是很强的, 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会用一下, 但是性侵这个词, 可能就稍微弱了一点, 然后当我们把它说金鱼老, 或者咸猪手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萌化了这个事情, 尤其是咸猪手, 我就觉得他已经有一点被娱乐化了以后, 听到作为男生啊, 我就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 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可能, 像你们会叫男生生殖器, 叫那个小鸡鸡, 你知道我们其实会叫另外一个名字, 叫何B仔, 你知道何B是谁吗, 是一个香港的一个主持人的名字, 叫何守信, 然后我就觉得, 没有, 然后你不觉得, 没有, 他们觉得很骄傲的, 就是你想, 你想所有男生的生殖器都以他命名,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我们小时候就是, 我们不会叫小鸡鸡, 我是后来学普通话之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可能在普通话语系里面, 它叫小鸡鸡, 我们一般都叫何B仔, 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我听到这三个字被重复的最多的意思, 对, 所以其实可能这个真的是语言习惯的问题, 然后但其实你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脑子里面, 可能你们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娱乐话, 但是我觉得, 就不同的, 对, 它变成一个标签吧, 就可能我们看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就会觉得, 哦, 它是这样子, 这不对的, 我们知道这是贬义词, 明白, 对, 那我们最后要不要聊一下这个电影的结尾, 因为刚才龙迪说, 我不是想剧透, 哎呀, 这个没有办法不剧透的, 就剧透吧, 我觉得大家还应该去, 这个剧透也没有什么, 因为它不是一个情节, 对啊, 我当年碰到是可以剧透的人, 对, 因为很开放,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结尾, 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而且来的有点唐突的皆大欢喜, 我们发现一切坏人都突然, 我们是通过一个收音机里的广播听到, 坏人被绳之以法了, 等等等等, 小朋友也继续的快乐的生活着, 和爸爸还在一起了, 我感觉一个更顺理成章, 我当时在想政府和这个, 他们不是已经下了判断说, 其实没有什么坏事, 对对对, 都是他们编出来的, 或者是理解错了, 谣言, 为什么会180度大转弯, 我就认为是小文这个小女孩跳楼了, 因为有个镜头, 对, 他有一点, 对, 因为这个也是中国女人传统的, 证明自己清白的嘛,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借着女孩, 她的那个性格, 她是不会去跳楼的, 那你说那最后是什么, 导致了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复仇天使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她最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这个情节还是有点跳, 我觉得可能就是她必须有这个情节嘛, 所以, 然后你就, 我就觉得可能是律师或者她爸, 就是还是要上诉呀什么, 你最后要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你必须是有要相信司法公正啊, 或者这些的东西在嘛, 这电影里面唯一就比较正面的角色, 就是律师和她爸呀, 这就是我其实还也想讨论的, 还有那个小米嘛, 她也可以作证啊, 没有没有, 我就觉得就是律师跟她爸, 就是唯一的两个正面性, 对, 可能那个警长姓王的, 他也在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调查, 没有啊, 他就是一个反面角色, 他就是反面角色呀, 那我的理解不太一样, 但是我, 他没有积极调查呀, 他就是溜达了一圈, 对, 拿了一只鱼, 而且还收了, 对, 还拿了鱼, 因为刚才我们说整个社会其实都不, 都不健全嘛, 他爸和律师, 我后来都在想这个律师, 到底能够坚持正义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也是打了问号的, 因为我是在想就是我看的时候这个律师的角色, 就像那个good wife里面Alicia, 没有啊, 你觉得这么正面吗, 我其实觉得那个其实是这个片子里面最假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说了一句台词, 让我觉得我很跳戏, 就是这些案子需要做, 就是他跟我, 他的那个王警长说, 我到时候觉得说天哪, 就是我相信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moment突然间冒出这样的一句话, 其实真的还挺跳戏的, 对, 这可能是也是和我想讲的有点关系, 就是这种律师, 我不知道在中国能不能叫他们人权律师, 或者是来做免费提供, 他应该不是免费的, 我觉得, OK, 那我们不管他是不是免费提供的, 他也是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司法系统里的一个人, 我总觉得他们帮助这些小朋友, 肯定是比较善良的人才会去做这个, 不然的话就去干别的了, 但是他们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把能做的事做完了以后, 也只能放弃, 然后来接受更高的, 来自更高的地方的声音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我就觉得如果他们的角色不是完全独立的, 是一心想帮忙的, 那他在这个系统里, 其实扮演的是一个小骂大帮忙的角色, 明白我的意思, 然后这个律师, 我只是觉得他在做他在做的事情, 也没有一定看出来他是一个大好人, 这个就是小文, 小文的爸爸, 暂时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在现实里面, 要是他一直网上闹门就被抓起来了, 是的, 对, 他一直去什么上访呀, 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他不会上访, 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 良心媒体介入大V公众号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唯一我能想到比较可能性推动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大闹那个记者会之后, 然后媒体不断的报道, 然后让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就是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因为以他爸的那个个性, 我觉得绝对不会去上访, 对, 他爸是哪个叫什么演员演的, 耿乐, 耿乐, 所以看到, 他戏有点多, 他戏有点多, 对, 他戏真的有点, 那其实还有一个算是好消息, 就是Depends, 你们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节目, 8月6晚上在北京文化土豆, 还有五次包场活动, 然后在我们的主页, 下午8, 2点到6点, 你不说, 我们从, 对, 其实现在稍微改了, 因为10点钟那个, 没人看, 就中午12点, 下午2点, 下午4点, 下午6点, 下午8点, 有五场, 然后在culturepotato.com, 可以去点击, 进去订票, 然后我们要感谢, 这个是一位叫刘洁的听众, 他也是一个APP, 叫时光小屋的APP的创始人, 上周参加节目以后, 参加了观影活动以后, 被感动了, 他平时就是一个特别忙碌的程序员, 没有时间看电影, 然后从电影走出来说, 哇, 这个东西太牛了, 然后说, 来来来, 这个包场要多少钱, 我再包一场, 真好, 包场要多少钱啊, 包场其实就是把这个电影票, 全都买了, 那还没有多少, 1000多块钱, 2000块钱, 好像也不止吧, 就80个人了, 对对对, 我想说我们包的是80个人的, 好吧, 那我们这个嘉年华就聊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那个小米那个角色, 他不是13岁离他家走吗, 其实也没有招待他是不是处女, 是不是, 我觉得他也可能就是小时候被侵犯了, 然后他这个就是让你去想象, 我觉得他这还处理的蛮好的, 他这个地方, 他也可能在那待不下去了, 他也不要回家, 你想从家走了, 对,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今天晚上我可能有一个机会能见到导演文艳, 然后我会把关于小米的背景啊, 这个结局是什么呀, 等等我们刚才聊到关心的问题, 都去直接逼着文艳回答我们,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一个稍微,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话题, 进入一个稍微有点长和无序的推荐环节, 那这个推荐环节就我先来, 稍微有点长, 这几天因为除了性侵这个话题之外, 不是低端人口也是一个话题吗,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在一个书店溜达, 我突然就看见了捷克伦敦写的一本书, 叫People of the Abyss, 深渊里的人们, 然后我一下就发现, 哇, 这低端人口一被文学家描写, 就这么, 这其实是1903年他, 捷克伦敦我一直以为是个英国人, 因为叫伦敦嘛, 人家其实是美国作家, 他1903年作为记者被派到伦敦去, 写了一篇报道文学, 讲东伦敦的那些穷人, 我知道最近应该和低端人口差不多的东西了, 然后, 错误算错误了, 不是没有低端人口就说的, 对对对, 当然当然, 我们是非常不赞成这个说法的, 所以, 然后我就去想了一想, 其实伦敦纽约有一系列在那个时候, 也就你能看出中国有多落后, 我在纽约住的房子以前就是Tenemont Housing, 就是他们的那种低端人口住的, 工人阶级对吧, 所以我就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和记忆中的一个梳理, 就是列了一个简单的书单, 第一本书就是1845年, 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可能是第一本真正来描述在这种商业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这种城市平民和无产阶级, 他们的生活状况, 1890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作家, 他叫雅各布里斯, Jacob Rice, Jacob Rice, 他是一个摄影师, 对, 就专门拍, 因为我们每次每年给美国, 我本来就推荐这个, 我猜到你要推荐这个, 他每年就是, 我们每年给本科生讲这个美国历史后半段的时候, 就会讲到他, 就是他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移民, 对, 然后他就是, 爱尔兰一名, 就听着像个荷兰名字, 他好像是荷兰还是爱尔兰, 反正就是欧洲那, 听着像荷兰在犹太人的名字, 然后他就特别想, 他就经常去纽约的那个夏城, 就也就是我住的那块, Laurie Sight夏东区, 夏东城去拍那些北爱尔兰, 或者是那些爱尔兰一名的聚集的房间, 就是拍他们的房子啊, 等于说是现在我们被清退的这些人, 等于说他们住的那种地方, 老楼, 因为我们会跟学生看很多他拍的照片, 比如说就一家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面, 就这种, 也就是群租房嘛, 出了一个影集当时, 就引起了一个运动嘛, 就是大家都去关这群人口, 然后当时还有一些女权的一些组织, 很多女权主义的中产阶级妇女嘛, 她就要去改良社会, 我家附近就有个Talemont Housing Museum, 保持了就有几个房间, 就是当时的原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大兴烧掉, 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围起来, 做一个不复原, 我现在变成一个什么博物馆啊什么, 就是因为就有这些事嘛, 然后知道他们生活壮创, 因为这些中产阶级妇女家里面都是白的, 就是很干净的很多, 他们就会很吃惊, 然后他们就要去帮助他们, 周围还有一个, 好像我家跑步路线都是有的, 就是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叫Settlement Housing, 他们就建设Settlement Housing, 就是让他们去, 这些人去里面住, 要教他们怎么就是清洁, 然后叫他们就是还要读书啊, 或者他的小孩帮他们就是看小孩啊什么的, 还有什么孤儿院啊这些都是, 就引发这种运动吧, 然后因为你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Jacob Rice,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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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的这本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另一半怎么生活, 是1890年的, 然后杰克伦敦, 其实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然后到了伦敦去, 这就是美国本科生大学里面, 是B考考点, 就是Jacob Rice, 然后19, 他1903年写了深渊里的人们, 然后接下来到1913年,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中产阶级, 和有钱人的妇女, 在改良社会, 抱着像宋美龄这样的目的, 就写了一本书叫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 这本书是我这里面开的书单里, 可能还没有被翻译的, 就是大概一个礼拜花一磅钱, 它这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 就是他们这些妇女就主持了, 因为这是我唯一看过, 完全看完的一本书, 在这个里面, 他就去伦敦去采访工人阶级, 观察他们的生活, 记录他们把钱花在哪儿, 这本书其实就是几十几百个, 上百个家庭, 每周的他们的预算的一个体现, 然后你就读它很冷的, 就是数字一个table一个table的, 但是会读到你哭, 你就发现每一家人, 每周一个非常不小的开支是什么, 叫Burial Insurance, 就是他们要买一个下葬的保险, 就是你每次, 每周都给这个保险公司一点钱, 这样如果你们家谁突然死了, 不管是黑死病, 还是什么瘟疫, 还是什么就是小朋友那个时候死的多嘛, 你没有钱买, 这个保险公司会出你的棺材和下葬的费用, 因为这个费用是一般来说, 他们都存不下钱来做这个事情的, 特别是穷人, 他们就又特别的在意下葬的时候的这个, Dignity, Dignity, 对他们的尊严,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 能不能那么潦草的烧了就不要了这样, 所以这本书特别感动, 而且这几年稍微有一点复兴, 我就想说, 如果有出版社能够翻译这本书, Round About Upon a Week, 真是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愿意出钱, 可以出版社, 有人愿意出吗, 文化独斗的听众们, 对啊, 对啊, 呼吁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学社会学的学生, 愿意去做这种调查, 真的你去大兴, 或者是去黑桥北京附近的这些群租的地方,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其实因为美国之前有一本书, 就是我在底层的生活, 就是当那个专栏作家化身服务生的那本书, 其实那个它, 这是讲当代的, 对吧, 对对对, 那当年我记得我自己看这个书的时候, 是蛮受震动的, 因为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说, 就我们会觉得, 你贫穷你就工作啊, 你工作可以改善你的生活, 但是其实那本书它告诉你不是的, 其实我们长大就是, 还是享受了很多特权嘛, 是的, 我是记得我小时候, 四川美院旁边就有个小学,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我就是去那个学校读书, 我周围就有很多卖菜的呀, 或者住在周围的棚户区的小孩, 好像我有很多同学的父母, 当时就也是美院的子弟, 然后也是小孩就在那儿, 然后后来他们在我二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他们就为了小孩可能升学的压力呀, 或者是觉得, 你不能和这些人的小孩在一起长大, 然后把他们转到可能要坐几站地的车, 然后转到城里面的市中心去读书, 我爸一来觉得懒着, 觉得没必要, 不就读了小学嘛, 然后我还是在那儿读小学, 我们班有的女生就和我关系很好, 我还记得她名字, 但是这里就说名字也不太尊重, 就尊重嘛, 但她就一直在成绩上和我较真,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都是第一名嘛, 正说, 当然啦, 然后她就, 她也就成, 也是每次挑事都要和我争, 然后就争争过, 然后又是我朋友, 反正就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关系嘛,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她家, 不正规的搭建的房子, 就18T就是很多那种房子, 但是她不是住在18T的, 但是她就是住在我们家附近, 可能她家走到我家也就不到十分钟, 我家那正规的大学的就是这种家属院, 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的, 你觉得她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后来我就再也不能吵架了, 是, 我赶快把我的书单说完, 最后一本书就是可能是这里面最出名的, 乔·赵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这个就写的稍微晚一点, 1933年, 这是一个, 乔·赵威尔就是一个向下, 叫什么, So Downwardly Mobile, 她的社会阶层就老潮下走, 本来是伊顿念书的, 她就是去缅甸, 巴尔玛是缅甸嘛, 当警察, 然后看不惯英帝国, 在发展中国家, 在殖民地的一些作为, 她就辞职了, 辞职就成为了一个落魄的作家, 然后她就在伦敦落魄, 然后又落魄到巴黎去了, 然后写了这本书, 推荐这个书单出来, 也不一定要看, 但是有时候如果碰到了, 你可以去搜一下Jack Brace, 你就平时搜一下Wikipedia, 就能看见很多照片嘛, 就看下当时的人的那种生活状态, 其实和这些我觉得所谓的低端人口, 他们住的这种差不多, 非常强, 这都是一百多年前了, 其实有时候, 而且一百多年前人家处理方式, 比一百多年号处理方式, 还是要人家真道一点, 人家都是在改良嘛, 人家首先想到的是改良处的这种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都不知道可能你身边的人就住在哪, 我都不一定是说打扫卫生的阿姨, 可能有的时候, 你的工作的单位的实习生, 或者是完全没有收入的这些人, 他有可能就住在这些地方, 我爸他们学院有的小孩, 就是以前毕业的, 就毕业好多年的小孩就写, 在微博上写吧, 就说那种房子, 他刚毕业的时候, 就找工作的时候也住过, 知道有多那个什么, 那好, 我们回到小凡的推荐, 就是说到低端人口这个话题的时候, 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可能FT中文网不是出了一篇文章, 就讲就是一个法国导演眼中的中国低端人口, 他其实就讲有一部片子, 就是叫18T的最后一天, 但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18T的最后一天, 对, 然后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重返18T, 他其实讲的就是, 刚刚龙蒂佑讲的在重庆18T的这样的, 讲拆迁的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因为这个片子是, 我们今年短片连展的时候, 有放的一个片子, 我们12月6号的时候, 又开始大广告了, 是的, 我们12月6号的时候, 其实欢迎文化土豆的观众们, 可以去法国文化中心看这个片子的重演, 我们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合作, 做一场吧, 好, 打个广告, 重庆人重庆人, 对对对, 我们在那个, 我会在show notes里把这个细节给补充进去,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 我忘了, 北京机场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皮村, 对对对, 皮村挺出名的, 是的, 然后我那天, 当球艺术界还做过一起专题呢, 北京艺术界杂志也是之前我们的一个嘉宾草丹, 他出版的, 做过一个专题, 然后就让皮村这个, 很多工人在那住, 就成了一个世界出名的, 好像还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谁啊, 你记得吗? 我忘了那个名字, 就还来中国专门去参观了皮村, 皮村有一个特别值得看的叫工人之家, 还是工友之家这么一个博物馆, 里面有一个中国工人文化博物馆, 记载了从改革开放就是所谓的这种移民工, 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历史, 然后他的那个记载是有文献, 也有实物, 然后也有分主题, 大概四五个房间, 非常破烂的房间, 但是你能看出来做得很用心, 我就讲几个城内的东西, 大家能体会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镜框里就放了十几个校服, 这个校服是一个农民工子弟, 一年搬了十二次家, 换了十二个学校, 在那个时候可能N年前还有学校可以上的时候, 很像我那犹太弟弟他们做那个最小的博物馆, 就记录什么人类就是自己生存的历史啊, 对有可能, 但这个艺术品, 对但这个它还是有一些结构在里面, 它还是有一些话题, 然后还有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就是工人一般只能去澡堂里嘛, 就有洗澡票啊, 盖的章啊, 然后可能也有当时发给这些工人的安全手册呀, 他们的权益手册呀,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签合同啊, 一些合同的样本啊, 就是可以其实在里面细细的看个大半天, 因为皮村现在也面临着要防火升级换代, 希望这个地方能被保留下来, 或者是展品会被保留下来, 有的时候可以接, 有时间的朋友在北京附近可以去皮村, 没有可以运到深圳去, 深圳有一个那个外来工的一个博物馆, 然后我就看见朋友圈就, 广州也有, 工道大叔他有朋友圈嘛, 他就说他以前在北京当创业的时候, 也是就是和团队在地下室住嘛, 搬了三四次, 然后后来就受不了了, 然后后来就到深圳, 他说在深圳创业留下来, 是因为深圳出了飞机场就写的, 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 对, 四处应有泪水, 四处应有掌声,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 接下来如果有, 你问到文艳还要加进来, 我们还要把文艳的节目加进来, 好, 拜拜, 拜拜, 第五十世界金马奖最佳导演, 文艳, 是文艳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电影描述了一桩未成年少女的性情爱, 目击者同为少女, 镜头捕捉了被无力感层层包夹的青春, 冷静而不煽情的批判, 反而更深烙人心, 文艳你好, 欢迎来到文化主刀, 得了金马奖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下子别人把你当成一个名导演, 感觉不一样了, 没有, 没注意, 没有注意的, 我们今天录了一个播客, 聊了一下这个电影, 在这个电影里遇到了一些, 我们几个嘉宾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就想问一下你, 第一个问题是, 就这电影里有两个受害者小女孩, 但是其实主要的戏分都放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另外一个选择有两个受害者, 但是又没有去develop那个角色, 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其实一个就够了,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一种应照吧, 就是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父母, 因为我的两个主角其实是这个小文和小米嘛, 所以那个欣欣只是一个配角, 我看到您在采访里比如说跟小文, 小米讲戏的时候跟小文吧, 其实没有跟演员说的那么详尽,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采取这个策略? 其实是完全没有跟他讲性侵的事情, 因为他当时年龄很小, 只有11岁, 所以并不懂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他也不会真的理解, 不可能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他讲了这个, 就能帮助他的表演, 所以当时觉得反而就是很纯粹的让他就专注于跟父母的关系, 跟周边人的关系, 因为这其实也是我剧本的主要部分嘛, 都是在事发之后他出于这种懵懂状态, 他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对他分别是那样的一种反应, 所以就是让他专注于他能够理解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那反而是帮助他的表演, 跟他说太多其他的东西不会对他有帮助。 那我好奇这个片子剪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和他坐下来看这个电影, 然后有更多的解释, 或者怎么引导他去理解这件事呢? 他不可能现在也不知道。 对, 他是在我们在杭州录演的时候第一次跟他妈妈一起看的, 然后我觉得他看完了还是不太懂, 但是呢我想没关系可以等过两年吧, 等他再大一点, 他现在也才13岁,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我这个电影其实很多成年人都不一定完全能看懂, 所以何况他一个13岁的女孩。 我遇到好几个朋友有点迟疑要不要去看, 他们怕这个东西太阴暗, 或者是让他们不舒服, 看完以后有一种反应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也怀疑大家有没有完全明白导演的意图, 就是大家会觉得那商会的会长是一个坏人, 但是其实在这部电影里好像, 如果要说好人坏人的话, 没几个好人。 其实我想讲的是这个人在社会中的一种境遇嘛, 其实我写的都是普通人, 其实不是简单的好人或者坏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复杂性, 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其实大部分人物都是, 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境遇决定的, 所以其实我希望观众更多思考的是说, 这些人物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是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了这些人, 使得他们做出了他们在片中的那些选择和那些行为。 那好多人会猜测小米这个角色, 可能是最有意思的, 米娅她会猜测她的背景, 然后甚至一些朋友看完电影会说, 她是否曾经也有类似的被受到侵犯。 我故意留白, 然后我为什么设置了两个女主角, 一个小儿一个小米, 其实就是说一个可能是另一个的前身, 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她将来,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一些孩子, 不管她是直接受侵犯的受害者, 还是说她参与了某种相当于犯罪式的这么一些行为, 他们只要是孩子, 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 还有看到电影最后, 我是稍微感觉有点唐突, 我以为会有一些悲剧发生, 但其实有一个180度的大爪弯,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写剧本的时候, 你有设想过一些, 讨论过一些什么不同的结尾的方式吗?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个悲剧, 依然是个悲剧, 因为案件在我这个中间只是一个载体嘛, 然后各种案件它都有不同的结束的方式, 然后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 它往往有一些特别荒诞的结束的方式, 那这无非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些孩子在逆境中如何成长, 他们的路还很长, 他们面临的逆境其实没有改变。 我刚才不是提到有一些朋友有点不敢去看吗? 但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被性侵或遭到这种境遇的人, 我们其实你没有给大家看伤疤, 就是其实最选民的那一面, 没有看到比如说第一次怎么跟家长解释的呀, 又或者在生活中很多性侵其实是和身边的人发生的这种事情, 是你无法逃脱的嘛, 就是你有没有说有意的选择一种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然后就是说其实现实比这个还要黑啊。 对, 当然现实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电影不可能所有的都去涵盖, 因为我这个电影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可以去思考, 思考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不想把它弄成一个简单的让你去宣泄一种情感, 或者说去怜悯受害者的这么一个电影吧, 我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思考, 然后通过这种思考也许能带来一些有意义的改变嘛。 我听说你以前是学艺术史的, 为什么去做导演是你希望更多的介入一些社会的话题, 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倒也不是, 就因为看了很多电影, 然后非常喜欢电影, 也觉得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吧, 所以就是也是顺其自然的就滑向了这边。 这部电影上映的时间好多人说有巧合,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巧合, 其实是世界不好的事情永远都在我们身边, 永远都会碰到, 那在美国有, 大家有很多讨论, 中国就正好遇到了这个幼儿园的事情, 你觉得观众应该怎么来对待, 就能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是要去比如说背革那些导演的作品, 或者是我们除了你说的能想一想,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当然有啊, 你作为父母, 你要开始想跟孩子的教育, 跟孩子的这个沟通, 作为老师, 要想学校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或者就是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应该思考, 比如说电影中呈现出来的这种, 不仅是儿童性侵, 而且包括对女性的各种现存的一些偏见, 往往是这些偏见助长了这些事件的发生,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有羞耻感, 不愿意说出来, 或者说受害人往往在后面反而受到二次伤害, 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去帮助改变的事情, 就像你不能防止世界上有犯罪的人, 但是你起码可以建立一个机制, 使得受害人得到更好的帮助, 而遏制恶行, 下一部电影会是, 还没想, 你心里总得有自己一直想拍的一些话题吧, 有吗? 嗯, 现在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那我们基本上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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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